过长的独木舟如何调转方向,让今天专家疑惑。 终于,人们在一张古老的踏片上找到了答案。 李仁有时或许并不需要调转独木舟的方向。 在这张踏片上,李仁驾驶着独木舟奋力向前,他们分工明确。 有人拼力滑奖,有人掌握方向,有人指挥协调。 这样的情景在今天端午节南方的江河中就能见到,那是赛龙舟。 然而,最初龙舟的目的并非为了比赛,而是完成某种祭祀。 踏片来自这样的铜骨,而铜骨正是古老的李仁在祭祀时所用的正气。 这里是茂名下辖的信义县博物馆。 几十年来,在这面积并不太大的县域里,工作人员收集到的铜骨竟然多达61面。 这是另一张踏片,它来自清朝道光年间的一面铜骨。 在踏片的中央,这些弧形的条纹并非随意描绘,而是规则出一张张同样的人脸。 他是谁?他是李仁的首领,还是他们的祖先,或者是李仁崇敬的某位神领? 有学者认为,这面人脸铜骨铸造于清朝,它的时间距离李仁已远去了千年,无法作为有力证据,推测那个古老的民族。 那么,早在千年之前,在李仁存在的时期,在这把李仁的青铜匕首上,同样的人脸便已出现,它正是李仁崇拜的水神。 李仁相信,水神能够保佑他们在水中获取丰足的食物,并且能够保护他们安全地从水中回到岸边,回到部落里。 那些七米,甚至七米以上长度的独木舟,在李仁的驾驶下,根本不必调转方向,因为独木舟正是祭祀水神的工具。 我和妹妹根本没有机会拥有一条长的独木舟,我们只能把山上的竹子捆成竹牌在水里练习。 到了祭祀的那天,我会登上族里的独木舟,和族人们一起感谢赐予我们食物的水神。 当周在那个特定的日子踏上独木舟,祭祀水神的时候,这些铜骨也同时响起。 在每个铜骨的骨面上,都会有四只对称的青铜动物。 时间的魔力,使得考古学者无法看清这些四条腿的动物。 在史料的帮助下,他们才明白,这冲向的顿骨是田里的青蛙,那是李仁的图腾。 在那个原始崇拜的时代,李仁将青蛙住在铜骨上,是因为他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敬畏以及恐惧的心理。 而究竟是怎样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,要用现实中的青蛙来帮助他们获得平安。 在远古的时候,我们当地属于雷暴高发地方,高发区。 这些经常有雷击毙人或者是生物,生畜。 青蛙呢就是每当那个雨季或者下雨之前,打雷之前,他要那个鸣叫。 估计呢当时的土著民族呢就是根据这个青蛙呢,因为他一鸣叫可能这个会下雨打雷了。 所以呢对他进行了一种图腾的崇拜。 因为对于神秘自然的无知,李人无暇思量他们生活中那些简陋的淘气, 却愿将时间与精力放在铜骨的铸造上。 在考古学者眼中,这种青铜重器无疑是李人文化中最杰出的实体。 而在民族学者看来,这铜骨的作用却并非只是祭祀时所使用的道具。 铜骨是一种权力象征是吧,谁拥有铜骨,谁就能够发号司令。 因为铜骨呢本身,本身是它在,它可以发出号令,也可以这个,呃,召集铜内是吧。 然后它骨呢这个骨面很大,它一敲起来,声音啊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, 特别是在我们山区,它那个回响啊,可以随便作为这个作战,作战用。 这是周的敌人,要杀死他。 这是周的武器,上面未满毒药。 周还有哪些故事,就在下面猜想李人。 如果稍不留心,人们大多会错过这些石头垒气的石墙,它们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。 这里是茂名平云山,山腰上的这些石墙里,原本居住着一个李人部落。 它们在石墙的顶端,预留了类似长城上的射击孔。 在这面石墙的外侧,还有两道类似的石墙。 它们的作用,无疑是保护这里的居住者。 然而,灰剧仍然发生了。 妹妹最终仍是没能逃掉,被他们杀死了。 部落里的老人和孩子大多都死了。 我恨他们,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粮食,抢走了独木舟,抢走了铜骨。 他们还要抢占我们的家。 从考古来说,我们所谓在汉代的时候,所谓川武。 川武郡这个地方,它的部族比较多。 在南疆有益,和我们岭南这个地方形成了三大部落。 一个是西欧,一个是洛叶,再一个是乌福。 这三大部落们,相处之间,它有自己的私立范围。 是的,它肯定是经常是,你要发展,要什么,肯定是要进行前兵这样的。 那些人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树林,我们的族人就隐藏在他们的周围。 只有杀死他们,我们才能重新夺回我们的土地。 高州城在很多年前修建水库时,人们在附近的山上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石头。 这并不是普通的石头。 在考古人员眼中,石头上面的一些图案,将成为他们了解离人部落之间关系的证据。 当那些神秘的图案逐渐被敲杂清晰时,杀戮与争夺,也一同变得清晰起来。 有一种说法就是,这是离人战争的时候留下的一个作战图。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形,你看周围全是山,然后这里刚好有一条河流下来。 那推测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军事指挥,所以他就选择了这里一个地方,选择了这样一块平缓的石头,在这上面刻画上这个作战的指挥的形式。 你看这个图,这是很可能是一种屯兵的地点,这是比如说一些进攻的路线,然后最后集中到这一块。 李人当年刻在石头上的作战图,在历经千年之后,已成为冒名当地一种游戏的棋牌。